随着关并封锁措施的解放 被关在家中的人迫切出外旅游 出现了报复性旅游现象 从表面上看 报复性旅游没有问题 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将谨慎开销 规划财务的念头抛之内 毕竟当你要回家时 不得不面对报复性开销后的财务后果 别担心跟着以下的妙头 让你在度假后能弥补开销 第一重够你的预算 在旅游前就开始规划预算 海外旅游回来后 弄清楚旅游的开销究竟多少 才能算出需要节省多少钱 弥补回旅游费用 第二一个月不乱花钱 享受昂贵的度假后 最有效让荷包恢复的方法 就是接下来整个月不乱花钱 尽量确保不买必需品外的东西 有助你快速稳定你的财务状况 第三过滤现有开销 你需要从现有长期负担中 削减相对没必要的费用 例如在家用餐而非出外就餐 或购买日常用品时 选择更便宜的替代品 必似取消订阅 现有的节目多少都被某些独家流媒体品牌 拥有独家播放权 你可能无意间订阅过多的节目频道 取消或减少没有充分利用的订阅服务 例如移动数据 健身房会员卡 或过多的流媒体服务 第五购物小技巧 例如 猎情单 批量采购 选择更便宜的替代品 付现 甚至尝试只用现金来支付购物产品 让你感受到实际开销的分量 第六坚定信念 恢复存款的过程需要坚持 你无法一夜间就补上安贵度假的开销 一步一脚印 确保你在恢复财务状况的路上有效利用有限的预算 有些步骤可能会较难做到 这也是为何你需要坚守计划 无论如何 别让财务状况毁了你对美好度假的回忆